比特币来回摩擦 SEC引发的恐慌逐步衰退 悲观情绪可以收一收了 后市会重新走强 你信吗 LINEA主网上线再急 推出alpha版本 链上活跃用户巨多 LINEA能否以掌服人呢 该人甘死了再出丑闻 被曝2019年曾经讨好赵长鹏 你信吗 减半后若币价低于3万美元 大量矿器将面临亏损 比特币生态昙花一现 还是会面临更大的爆发呢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6月9号星期五 我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数据 终关所有的交易所 昨天是第二大比特币的流出量 总共从交易所流出了 15000个比特币 那目前为止 这一支是连续第三天交易所 净流出比特币了 虽然说比特币还在不断的流出 但是价格从最低点 已经上涨了6%左右 还有一点 大家都在发的币安 但是我一看数据 币安只经历了少量的比特币的外流 与之前的FTX相比 6月7号大约有12000个比特币离开币安 美国的监管压力反而导致了 Coinbase用户需求的增加 怎么回事 用户们都想要撤回 质押在以太坊上面的ETH 数据显示 Coinbase从88121枚代替款的 以太坊代币中 提取了7057枚以太坊 大约是1.29亿美元 约占总体的等待提取质押币量的79% Coinbase在被SEC起诉之后 5月6号是销毁了CDETH供应量的2% 大约是27280枚CDETH代币 但目前Coinbase仍然是以太坊流动性质押的第二大实体 仅次于Lidl SEC引发的恐慌目前来看正在逐步的衰退 从币安近三天的提币量不难看出 提币的数量随着时间在逐渐的减小 那这也会给市场重新增加信心 带来一定程度的回暖 另外我们从历次SEC起诉币圈的经历来看 后市都会是重新走强的一波 26,000虽然没有被有效的跌破 但是继续在26,000到27,000之间摩擦 应该是大概率时间 我们的市场的悲观情绪 可以减轻一些 找一些阶段性的小机会 或许不错 详情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操盘日志 好我们来看新闻 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发过一期 关于如何撸Echodex的空头吗 那个时候我们说要一键双雕 同时布局两个空头对吗 其中一个就是Linia 这个由小狐狸的母公司Consensis开发 并且融资了7.25亿美元的公链 现在是非常的火 你看它在Galaxy上面的奥德赛任务 有将近100万个地址参与 可以看出来它有多火了吧 而最近Linia打算要出新的版本 而且官方明示要准备启动主网了 Consensis旗下ZKEVM项目Lennie发推称 Lennie Alpha V0.2将于6月13号发布 通过一个实质性的架构升级 为主网启动做准备 届时预计桥接功能 将暂停使用4-6小时 早些时候Consensis于3月28号宣布 其以太坊Linia2网络Consensis ZKEVM 以更名为Lennie 并向任何开发人员 用户和协议开放其测试网 看样子Linia上线主网 是时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是下一轮牛市的天王级公链 还是天王级公链呢 这点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反观前段时间推出的 Move系公链 Abitos和水 Linia还是比它们要好得多 且不说这个Abitos和水 现在的活跃用户没多少人 也看不出什么出圈的这种项目 而Linia链上的活跃是恐怖级的 对吧 单单就炒作这方面来说 Linia就胜出他们好几个段位 所以我觉得Linia真的是不同反响 希望下一波牛市Linia能有好的表现 以掌服人盖过上一轮牛市的AVAX 好的反转来了 同志们 我们大名鼎鼎 Garen Gansler居然被曝当起了舔狗 您说有趣吧 怎么回事呢 原来几年前 Garen Gansler还没有当选SEC主席之前 他还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 那个时候他曾经请求赵长鹏 让他担任币安的顾问 当然后来是没有后来了 但是如今Garen Gansler就成为了 加密货币的头号敌人 您说可笑不可笑 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一下 CNBC报道 SEC周三提交的文件显示 币安的两家律师事务所声称 加里根斯勒曾于2019年 主动提出担任币安母公司的顾问 当时根斯勒在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学院任教 同时Manta Network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运营官肯尼 在推特上表示 其在担任加里根斯勒 在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学院加密金融 与区块链实验室的助教前一年 作为根斯勒班上的学生 加里根斯勒曾将他写的 关于B&B的报告 发给赵长鹏看 并激励他更多的参与加密 难不成干人干斯勒是因为爱而不得 而最终选择与赵长鹏加密货币 反目成丑的吗 这让我想起一个武侠里面的片段 小鱼儿和花无缺 大家记得吗 大boss江医院因为爱而不得 所以把主角团全部杀完 杀到最后只剩下了居民 这里干人干斯勒的做法 是不是有点像江丽燕呢 不过关于这个事情的新闻报道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此前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 币安要聘请干人干斯勒担任顾问 但是被老根给婉拒了 严格来讲 华尔街日报就是SEC的传声筒 那么到底是谁舔谁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如果你觉得是干人干斯勒舔币安 或者你觉得是币安 舔干人干斯勒 你觉得哪个是真相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比特币减半矿工的处境将会如何 来给矿工们算算账 AUTI的暴跌掀起了BRC20的争议 星星之火还是昙花已现 比特币的内存区块的奖励 每四年是减半一次的 这被市场认为说 是牛市启动的一个学化剂 很多人认为说 跟着这个叙事投资大盘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对于比特币的矿工来说 挖矿的电力设备的成本 维护的成本还有收益的权衡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不少投资者可能会疑惑 比特币的减半对于挖矿有什么影响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目前每个内存块的奖励是6.25个BTC 价值约17万美元 而到2024年4月 这个奖励将对折减少到3.125个BTC 价值约8万5千美元 Blocksbridge挖矿咨询公司的研究主管 Worfe Zhao表示目前上市的矿企每挖掘一个 比特币的成本为1万到1万5千美元 一旦减半发生这些成本将翻倍 使得矿工的收支平衡点达到2万到3万美元 比特币的减半对于挖矿确实存在影响 减半之后的两个难度调整周期之内 挖矿的难度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挖矿收益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是比特币的价格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调 以及能源成本都关系到矿企的盈利能力 决定了他们在减半后 是否有能力继续运营下去 假设减半之后比特币的价格没有明显的上升 未来只有成本最低的矿工才能够存活下去 什么叫成本最低 就是电费最低 那么其他矿企无可避免的会面临到越挖越亏的地步 在减半之后能源成本和设备效率将决定 谁是最终矿企的赢家和输家 所以0.29人民币的电费请大家自好一下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Odinus 比特币的生态本身确实是没有多大关注度的 因为和以太坊的TVL相比 比特币生态的TVL还不足以太坊的一个零头 对吗 但是今年以来随着Odinus协议的火爆诞生了百倍千倍的NFT神话 加上矿工收益的大涨 一时间比特币的生态是名声大噪的 而随着近半个多月以来龙头Odin的暴跌 又让社群冒出了一片比特币生态就是骗局的声音 比特币生态究竟有没有发展潜质 近期的热度是退潮 还是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呢 还是说终究Odinus比特币的生态仅仅是昙花一现呢 当前B2C20代币总计24,677个 总市值7.2亿美元 在7天的交易期内下跌了40% ORDI跌幅达到4% 近期BTC网络的GAS费基准维持在15聪美字节 而在一个月之前狂热时 GAS是现在的20至30倍 市场退潮明显 其实对于B2C20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比特币token的发行方式 非常的公平公正 原则上会比ERC20更加难归零 另外一种声音 B2C20的token没有实际的应用场景 唯一可以对标的赛道就是咪咪的赛道 与此同时 B2C20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咱们得承认 和以太坊的规模相比 B2C204.75亿美金的市场规模 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 不过B2C20最终是否能够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我们还需要关注闪电网络和Layer2测链的下一步计划 当然我们也关注到目前为止 在B2C20生态的后续发展潜力 有不少顶级的团队正在努力 好来看今天的币圈快报 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日前表示 OpenAI还没有开始训练GPT5 在启动训练这个大模型之前 团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团队正在研究一些需要的新想法 但离开始训练还差得远 Curve官网数据显示 Curve原生稳定币CRVUSD 铸造数量接近1400万枚 其中基于SFRXETH的铸造数量为1000.75万枚 基于WSTETH的铸造数量约为382.64万枚 韩国证券交易所计划向该国金融服务委员会 申请加入创新金融服务监管沙盒 其目标是从今年年底开始 正式提供证券型代币的交易服务 据悉韩国证券交易所计划最快本月内 最晚下月初提交申请 法庭文件显示 在针对无损彩票项目Protegazer的集体诉讼中 纽约东区美国地方法院法官Frederick Block 裁定原告Joseph Kent无权提起诉讼 因此予以驳回 KawaChain官方推特宣布将联合Room Blockchain 在Kawa生态共同推出Hawar借贷协议 该协议将通过Kawa无缝的跨链互操作性 开放多个CosmosZoon和区块链网络间的跨链存款 并拓展协议的可组合性 好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梳理 如果这段频道有价值对你有帮助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也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链接当中可以看到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挺过熊市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